霸氣投球捍衛主場 中華隊首戰巴拿馬 胡志偉掛帥先發 傻待全場2萬球迷的吶喊 主場出擊 胡志偉前三局沒有掉分 但第四局被對手打掉一分之後 留下壘上兩位跑者退場 後續的投手也沒止住失血 打完前半段 中華隊暫時1比5落後對手 很興奮我們能在台灣比賽 然後希望就是這一輪 我們都可以每一場打得很精彩 然後把他努力的贏下來 大家都很想贏球 然後我相信壓力跟緊張不可能沒有 不過就是大家都明白 這是我們棒球剩下中的其中一場 然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都是一樣在打棒球 中華隊開賽氣勢如虹 前半段雙方陷入僵局 好幾球都有機會得分 就差臨門一角 讓球賽陷入落後被動 而且比賽打得漫長 打完巴拿馬之後 9號休兵一天 接下來中華將迎來三連戰 依序對手是義大利 荷蘭跟古巴 我不能說這一次都有幫助 但是在我的職業生涯裡會有幫助 就是跟人看過更多那種類型脫瘦的球 那對我的打擊 一定多少有一點幫助 去讓選手去適應 因為我們賽事裡面 確實有一場是中午12點開打的 所以這次也是一種訓練的方式 並不好應付 但並不是沒有機會 休兵日讓中華有休息空間 接下來每一場都得小心應付 畢竟在五強二的賽事當中 場場攸關晉級 攤開熱身賽成績 第二戰對手義大利 第一場對上魏全龍 只打七局 雙方3比3握手言和 第二場對上統一師 義大利火力大爆發 全場掃出12支安打 10比1大勝統一師 前大聯盟強投哈維 更是兩局3K無失分 總經濟熱身賽一勝一合 義大利陣中有13名選手 有過大聯盟經驗 實力不容小覷 中華將士上下一心 但這一次義大利真的不好惹 過去常被分在死亡之主 出現難度高 雖然沒有超越流球星 但球員互補性高 外面分析 義大利的投手戰力 在A主串中上 內野強度僅次於荷蘭 雖然缺乏重砲手 但喬打速度性選手不少 將會是中華隊提防的重點 就是鎖定我要的球 然後有進到的位置就會 然後如果有出現什麼錯誤的話 我就會想說 就退開稍微 讓自己重新調整呼吸 然後重新就是設定好 然後再進去打擊 就是這樣 穿上這件球衣是很開心的 但是也是要有點緊張 因為這個算真的蠻重要的比賽 然後自己也給自己有目標 至於中華隊就身在狀況不錯 九戰全勝十七高昂 火力更是十足 最後一場熱身在對戰中信兄弟 狂敲十三支安打 曾中哲 林立 林芝偉 都有拳雷打演出 正中扛翅膀的張育成 也在對上富翁比賽開工 炮管上看起來不錯 整體熱身在表現佳 但球員表示 中華仍舊有隱憂存在 對兄弟的熱身賽可以看出來 江少慶跟鄧凱衛的狀況 其實不是很好 尤其是控球部分 那這個部分會影響 他們的用球速 也會影響到中華隊投手的調度 畢竟熱身賽是模擬 那就是把自己本身的戰術 跟一些打擊的弱點 或者是投手的控球 或者是整個要調整的部分 調整好 這樣就夠了 雖然投手戰力仍舊是戰局關鍵 但中華隊這次有主場優勢 地主球迷熱情加油 中華隊期盼關關難過 關關過 闖過第一關 先拼東京副賽 打出夾擊 今天在正式開打 全台都在關注 短期賽事講究的就是狀態調整 先能調整得好 就能夠搶下更多的勝場術 以上是TVM新聞 葉俊煌來一名 在台中周期球場的採訪報導